原始人科学家发明了史上第一批轮胎 可这到底该怎么用呢 我第一次为自己那庞大的社会阅历而感到不忍之事 阿伟本想找个小包间好好处理一下自家后花园的私事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那些包间里一个个都有人了 而就当阿伟快要忍不住爆发的时候 终于让他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包间 包间的房门上写着个无聊的单词 阿伟很是好奇 随即便推开门一瞅 一个郁闷的老哥坐在马桶上搁这儿思考人生吗 二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都没说话 不过到底还是阿伟心思细腻 知道老哥无聊 于是就掏出了一份跳棋出来 而老哥一看有人套进口 他也不再抑郁了 满心欢喜地接受了阿伟的善意 就这样 两个陌生人拥有了一段美好的情谊 直到他们关上了厕所门 小红通过定位网站 发现他们周围住着一大群昆佬 而且那些昆佬好像还朝着他的位置慢慢移动 正当小红还在纳闷时 红点移动速度越来越快 直接就给他吓懵了 可是当他扒开窗帘往外瞅时 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但电脑的警报声却越来越急促 小红都快吓傻了 红点这时突然消失不见 小红也神情紧张地慢慢转过了头 清华秀恶搞东方快车是一种什么场面呢 经过探长的调查后发现 犯人并不是现场群众里的某个人 而是他们全部人 医生提供了控制被害人的迷药 马格达伦女士用手帕沾上迷药迷晕了被害人 当被害人不省人事后 剩下的人用本敌先生的刀刺杀了他 而且还都留下了不少的证据 拜德华掉落了他的钢笔 罗斯掉落了胸针 杰森则留下了烟灰 而至于勒夫先生 他把护照直接丢在了现场 这眼瞅着自己侦破了惊天谋杀案 探长不由地感到一阵自豪 他本打算让这些人自己去自首 争取宽大处理 然而 阿伟看着招聘启事来到一处工地上 工头热情地打量着阿伟 仿佛他就是建筑行业的爵士人才一般 说着就要交给他一份非常特别以及重要的工作 不过在此之前得赶紧把合同签了 虽然不知道到底是啥工作 但看工头的这个热情程度来说 应该是非阿伟莫属的 工头为了阿伟的安全 甚至还把自己的安全帽也给了他 其实也没啥大事 就是一些小问题需要阿伟处理一下 而最主要的 就是让他见见这些人 这些人是一家人 这些人都没了这些 这些人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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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都没了